今天要分享的套組是樂高76077 底特綠鋼鐵人 VS...傑森嗎? 有點忘記這個探員的名字 只記得他車子叫蘿拉 還有無體鋼鐵人的套組 先介紹商品 然後他這一組有附貼紙 本人貼紙是都不貼的 所以貼紙就有這幾張 主要都是在底特綠鋼鐵人身上 先介紹個人覺得還蠻不錯的蘿拉 上面是這樣 正面 然後這組最重要的一個功能就是 他可以像電視劇裡面一樣 把車子的輪胎往上折 讓它變成噴射模式 會變成這樣 然後輪胎就可以像噴射器這樣使用 然後後面是這樣 側面是這樣 然後車門也可以開 如果這個車的後車箱 那時候設計層可以開 個人就覺得更讚 往上折 然後後面是這樣 然後這邊有故意裝點 好像類似噴射器的那個 藍色的零件 正面是這樣 然後這邊有車牌 雙車燈這樣 然後 來介紹這個探員 雙面塗裝 一種是帶耳機在對話的模式 一個是帶墨鏡的模式 個人覺得他如果換成禿頭 會更好一點 然後附身是一個槍 然後注意看他其實 塗裝這邊有個 名牌啊 但名牌上看不出是 神盾局的 LOGO 這點有點可惜 這是車子的部分 然後再先介紹 鋼鐵人的塗裝 然後這是新的零件 這個是 大家如果知道 這新的零件就是 這邊按下去後 他可以彈出去 後面是這樣 正面 然後頭盔的部分 他有雙面頭 然後 然後 他其實也有附一個頭髮 看到 他有附雙面頭 然後有附一個 他一般的頭髮 然後一個是一般版 一個是 在生氣的版本 然後這新的頭盔 是新版的鋼鐵人的塗裝 然後這個頭盔就不能 有開關的功能 這點有點可惜 然後再來介紹的是 就是 傑斯 欸 他叫什麼 我忘記他的名字 反正就 就那一個 在鋼鐵人2 有出場的 那一個 有點稀皮的角色 其實 他後來他的公司 在漫畫裡面 好像有 有成立另外一個功能 就是 他有成立一個聯盟 然後就是 有點類似 在跟 復仇者聯盟 對打的概念 然後他 除了一般的頭髮以外 也有附贈他的鋼鐵人的頭盔 然後他的頭盔就明顯比較真寧一點 後面這樣 正面 然後他並不像 鋼鐵人有附一些 噴射的功能的 那些零件 這點有點可惜 然後這兩個塗裝 好 再介紹他的這個 算是鋼鐵裝板 側面是這樣 然後其實他這個 腳的功能其實 很弱 這邊算是一個球形關節 但 他的這邊 圈越這邊有做一個 這個零件把它卡住 所以腳是不能 開幅 弧度很大的狀況 只能 只能 前後轉 然後 這一組鋼鐵人的武器 除了這邊的類似鋸子的功能以外 還有這邊一個 發射的大炮 然後個人一直覺得這一個 肩部的護甲在哪邊 很眼熟 然後一直到前幾天看到那個 大家如果看到 鋼彈 那個鐵血的孤兒系列 那個獵魔鋼彈 在前期的護甲 就有點像這種配色 反正就是一個能笑話 然後後面的 這邊是這種塗裝 比之前的那個 浩克破壞者 個人覺得塗裝跟製造上 零件各為稀少 然後 這邊這樣有個零件是可以動的 然後這個是可以打開 然後讓它做進去了 駕駛艙的模式 個人是覺得 很弱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其實是可以稍微把它改裝一下 讓它改的 零件可以多一點 否則其實個人覺得它這組有點單薄 然後駕駛艙就是像這樣子 可以把它裝上去後 扣住 變這樣 並不像那個鋼鐵的 那個鋼鐵的浩克破壞者 以外上面還有再多一個頭盔 就單純這樣扣住 所以個人覺得這個底特律 鋼鐵的領件來講 有點 虛弱 稀少